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第八节课 那最后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怎么样能维护我们的账户和安全 有哪些东西是最好不要做 或者是有哪些是做了对我们的账户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那么主要是分成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注册店铺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在运营店铺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 第三点就是可能是其他一些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好,我们来先讲一下注册店铺的时候的注意事项 其实有很多关于注册店铺的详细的入住条件 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已经讲了 我们来讲一下可能有哪些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东西 第一点就是我们记住在我们注册店铺的时候 不要用已经入住失败过 或者我们之前有曾经店铺被封过的那一套信息去重复注册 这样是很大概率你一注册就会 他会跟你说你注册失败 因为这一套资料已经是被加入他们系统的黑名单不能再用了 第二点就是我们在注册的时候要记住要选用 你注册店铺所在地的IP去注册 也不要用那种常见的数据中心的IP 第三点就是不要经常去做一个切换IP去登录我们的店铺 那我是建议大家用这个防关联的浏览器来管理我们的店铺 还有不同的账号 我自己呢是用一个叫资料的浏览器去管理多个平台 然后都是用不同的IP当地的一个IP去登录的 这样就不会有这个IP的风险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注册的时候 我们用的信用卡一定要试过确保能成功去扣钱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注册店铺的时候名字记住不能带有任何的商标 或者是其他有可能涉及到侵权的一个名字去注册 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注册店铺的时候需要上架一到两款的产品 那我们这些材料这些图片要提前准备好 就是要用原创的图片不能说临时注册的时候 我们临时先用别的店铺的图片来做 这样也是不行的 这样也会有很大的风险会注册不成功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注册完了以后 我们刚注册建议一个月内都不要随意去修改密码 注册邮箱店铺名 修改收款账号 修改信用卡 修改税务信息 这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我们在店铺注册好的一个月内都不要随意去更改 等店铺运营比较稳定之后 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再进行一个更改 下一个来讲一下我们在运营店铺的时候 要注意的事项 那主要就是有可能涉及到侵权的一些 一些上传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的东西 那最主要就是三个方面 版权 商标 还有专利 那么我们拿一个笔的一个例子来举例好了 如果你用一个钢笔画了一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知识产权是收到版权的保护的 这是你写的作品 你创作的小说 你创作的文字 第二个就是 你用这支钢笔 那钢笔上有一个标志 那这个就是收到商标的保护的 那这个商标呢 就是这个钢笔所属的品牌或者公司 它自己的一个logo就是收到商标的保护 那么很有可能大部分我们在XY上面上架的 如果是被投诉关于侵权 这个问题大部分都是侵犯了这个商标的权利 被下架 然后第三点就是 假设如果这支笔看起来很特别 它的设计很特别 那么它这支笔也有可能是受到商品的一个外观专利 或者是设计专利的保护 那么钢笔里呢 这支钢笔里的墨水 也有可能是获得一个发明专利的保护 这个例子就很好的讲明了 我们常见的侵权的注意事项 有可能是版权 有可能是商标 有可能是专利 那么大家可以去上架产品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就是不要用涉及到 也就是说大的品牌的一些名字啊 去写这个标题 那么很多人就会想到 那我们图片不能用有logo 标题不能用 那我们在我们的描述 或者在写我们的标签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偷偷的写呢 这样让别人搜到这个词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产品是一个蓝色 那我们在标签里面写 Tiffany蓝是不是可以 那这答案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商标它可以是一个单词 可以是一幅图片 甚至可以是一种颜色 一种气味 一种声音都可以注册商标 那么所以如果是蓝色 我们就不可以在text上写 Tiffany蓝 尽管你觉得它跟Tiffany蓝很像 你只要在你的标签上写了 尽管你在外面看不到 只有电脑看得到 还是不行的 因为这也属于一个商标的侵权 因为当别人搜Tiffany蓝的时候 搜到你这个产品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就创造了 跟这个原创商标混淆的可能性 那么就会可能让人觉得 这个商标是属于你的呢 还是属于别人还是属于哪个人呢 所以是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态 写在图片打一个水印 或者是写在标签里 这都是不行的 那么你有可能会问 我在SEE上面搜 也看到很多卖家用 比如说米其老鼠 用很多漫威 也有很多人用这些图片标题 去上架他们的产品啊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呢 答案也是不可以的 就是如果你看到别的店铺去用 不代表他们没有侵权 这有可能只是他们 没有背下 还没有背下架而已 因为SEE它只是一个平台 你在上架产品的时候 它不会做一个 提前做一个版权 或者商标的一个侵权的一个提示 它会给你上架 但是有可能上架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商标的所有人才会发信给平台 平台才会发信给我们 让我们将它下架 所以在平台收到这个侵权通知之前 这些产品都是可以在平台上找到的 所以不是说你看到别人有 就代表我也可以上 只是说有可能他们还没收到这个侵权通知 让它下架而已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觉得那既然可以上架的 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也可以卖一段时间嘛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上架了 等收到这个侵权的通知的时候 再下架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你是可以这么做 但是就是 如果你累积太多次的被下架的 收到太多次的这个侵权通知的时候 平台对你这个店铺也会有记录 它觉得你这个店铺没有遵守我们的规则 因为你收到太多次的警告了 那有可能店铺就会直接被封了 那你收到一次两次 那三四次以后 可能就不是要求让你下架这么简单的 可能就会直接封你的店铺 那么如果你的店铺被封了 大概率是不可能给你再重开的 因为它有你很多次的被下架的记录 然后你这条信息 这条注册的信息也是不能用了 所以我只建议大家 尽量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尽量还是按照平台的规则 去上架产品 讲完了这个侵权的注意事项 我们来讲一下 关于产品的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上架产品的时候 这个产品啊 比如说你上架一个杯子 那个这个杯子上面的写的一些字 一些信息 那就不能包含一些不好的 黄色暴力 威胁 诽谤 骚扰等等 或者是歧视 仇恨言论等等的一些内容 都不能 相关的产品都不能上架 那么我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去年前年吧 Essie封了一个这个QAnon的 一个组织的一些商品 所有包括这个组织的一些文字 信息产品的产品都被下架了 那么这个组织呢 就是一个17年开始诞生的一个 脊肉派的白人至上的政治邪教组织 这个组织因为是个邪教嘛 所以你在平台上上架 关于这个邪教的 不管是T恤还是衣服或者杯子 只要上面印的是这个邪教的信息 都会被下架 那么所以我们在上架产品的时候 除了要注意侵权的风险以外 也要注意你上面写的字 是不是会涉及到一些歧视啊 仇恨言论啊 或者是邪教信息 那么这个也有可能会被平台下架 那么第二点就是 这个图片的问题 我们不能从其他卖家 我们卖的东西可能跟其他卖家差不多 那么我们不能用其他卖家或其他平台的 那你去去倒图 然后用在我们的店铺 这也是不行的 只要其他卖家 跟平台说这个图片是我们的 那么他们一查就会发现是他们先用的 那么这个也会被下架 第三个呢就是 因为SEE这个平台的强调的就是独特性 还有复古 还有比较特别的产品 所以你在上架产品的时候 就不要用跟沃尔玛或者是亚马逊的产品页 用一样的产品图片 这个也有可能会被平台去下架 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产品 是跟在沃尔玛或者在亚马逊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那平台的里面何在呢 我平和卖那么贵呢 我们的调性在哪呢 所以哪怕你产品可能跟亚马逊上差不多 那你起码要自己重新拍个高大上一点的照片嘛 对吧 这样你才能把这个客单价提起来 同时又不违反这个平台的规则跟调性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上架的时候 尽量不要大规模的注册很多很多个店铺 然后大规模的铺货上架很多同质化的产品 那么这个也是违反这个平台的规则的 因为这是一个强调小众 复古特别的平台 跟别的平台不太一样 他不希望你大量的去做一个铺货 然后就会降低了平台整个的调性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运营店铺 谁要注意的关于客服还有发货这方面的 你要注意的是这样 那第一个肯定是要及时去回复买家的问题的 因为这个平台有一个 star seller这么一个评选 其中一个评选的依据就是 我们要在24小时以内回复买家的一些疑问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去进行发货 比如说你上架的时候设定的那个 我要在一到三天内发货 那你最好就是在你自己设定的这个规定时间内 去进行一个发货 然后第三个就是 因为你的店铺有 我们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些店铺的政策嘛 比如说多少天以内可以退货 多少天以外就不能退货了 还有就是店铺的about 关于这部分的信息 都要提供真实的准确的信息 然后第四个就是 假设我们有一些订单是没有货了 那我们要提前去告知我们的买家 再去做一个取消订单 并且要提供全额退款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要记住的是 欧盟买家的话 他们是有这个14天无条件的退款的保护的 不管你的店铺政策接不接受退货 只要是欧盟的买家 他们就有这个权利去进行一个14天内 无条件的退货的退款的一个保护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当我们遇到一个低于三星的 我们所谓说的差评的时候 我们可以 我们是可以去尝试联系买家 看能不能我们做一些补偿退款退货 或者是别的一些补偿的手段 让他们去修改我 修改这个评论这是可以的 然后或者我们也可以 发布这个公开的回复 在这个差评下面公开回复 假设我们试图联系这个买家的时候 买家不理我们 那么但是同时我们又觉得 这个差评可能对我们不太公允的一个评价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评价下面 去发布一个公开的回复 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一旦我们发布了这个公开回复之后呢 买家就不能去进行一个修改了 所以我们最好在发布公开回复之前 就要确保 是不是这个买家就是不理我了 那我们再尝试去做一个公开回复的操作 那么注意 这个回复内容不能包括买家的私人的信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暴力攻击 黄色内容也是不能在 不管在私下的平台的一个信息系统 或者是公开回复都不能包括这些特别隐私 或者是攻击性其实性的内容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如果遇到买家去做一个投诉 开一个案子去投诉的话 那么我们要在48小时以内去处理这个case 给买家一个回复 不管是退还还是重新发产品还是什么都要给买家一个这个投诉的一个回复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店铺如果收到太多的一个差评的话 比如说某一个产品 因为不管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质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都好 这个产品收到太多的差评的数量的话 那么建议就是先把这个产品先下架了 因为投诉太多也是很容易被封店铺的 最后一点就是如果有退货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及时去处理这个退货 那最后来讲一下其他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在信息功能里面去跟买家去往我们的 跟他们说你们去我们的独立站 我们的其他平台去导流 这样也是不行的 这个注意的是你在平台里面的信息功能跟买家沟通 肯定是不能往其他平台导流 但是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产品包装里面塞入 比如你自己网站的网址 还有或者你有别的平台 是可以放在包装里面的 这些印刷物因为是你自己可以掌握的渠道 那这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是在平台可以监控的 他的信息的功能里面 跟买家的对话就尽量避免 引导他们去别的平台下单或复还 但是在你自己给买家发货的过程中 可以塞小纸条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小纸条里面可能就是你自己 所有平台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些网址 或者是其他平台的购买 这些都是可以的 第二个就是不要注册买家 给买家账号给自己的店铺去刷单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们的店铺如果有不寻常的 突然的订单的一个快速增加 这也会引起平台的注意 比如说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一天出一单两单 突然有一天你店铺突然出了一百单 那这种不寻常的突然的订单的增加也会让平台有 有触发的平台的一个机制 可能会让你的店铺暂时在搜索上面会 不会给予你太多的曝光 因为他们要先调查清楚你这个店铺是出现了哪些问题 出现了异常 才会去给你一个流量的分配 所以注意就是你的店铺不要去找人刷单 突然给你突然刷了一百多单 那高于正常的时候的这个出单的速度 这个也会引起平台的一个注意 第四点就是我们不要在平台的一个信息中去交换个人的一个联系方式 财务的信息 比如说引导他们去别的平台去结账等等 包括一些外部的转账的 引导他们去外部转账的 这也是不行的 然后第五点就是 我们不要去为了留下差评 去别的竞品那里买产品 为了留差评 这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第六点就是 我们也是不能恶意去点击我们的竞品的广告 去消耗它的广告预算 这个是被称为点击 吸诈也是不行的 最后一点就是 我们会可能会有买家的一些电子邮件 还有他们的一些个人的信息 他们的买家姓名 送过地址等等 那么这些买家的个人信息 我们也是不能去轻易去泄露的 那么关于注意事项的最后一节课 大概的内容就讲的差不多了 最近我看很多小伙伴都在问那个平台入住的问题 我在第一节课大概说了一下 其实现在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注册公司 然后用公司的名义去开这个账号 那么注册美国公司这一块呢 其实就非常简单 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网站 可以帮我们直接在线上就可以开这个美国的公司了 信息拿了之后呢 就可以用美国公司的信息 去注册SE的账号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还要说一下的就是为什么 我是建议大家去注册一个美国的公司 去做这个账号 因为现在用国内的IP去注册的话呢 风险是比较大的 然后如果用美国的公司去注册的话呢 首先就是各方面都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其实你在用香港的公司 或者是香港的IP注册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接受香港和台湾的 也是可以接受SE的这个payment的 所以那么如果大家关于平台入住这一块 怎么样注册美国公司这一块 还有更多的疑问的话 我们可以在课后的一个群里做统一 那做一个回复 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课后的群里去问 那么这节关于SE的课呢 就到此结束了 我之后还会有一些别的课程 是关于内容营销 我们怎么通过 制作优质的内容去获取流量 还有就是我们团队较小的话 那内容肯定是 可能要请外包的团队外包的携手 或者是外包的内容团队去帮我们制作 那这个外包团队的招聘 还有平常的一些协作和管理 我也会有一门专门的课 去讲这方面的内容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 拜拜